蓝天碧海再加上精粹的稻田 美丽的天然环境加上四季宜人的气候 台东所办理的国际耐力运动赛事 渐渐受到国外选手的喜爱 作为来自韩国的艺人第一次来到台东 在网络上看到台东的照片就深深被吸引 本身也喜爱运动所以就报名了这次的比赛 第一次来台东听朋友讲台东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然后今天也有去走一走 真的是很绿空气也很好很喜欢台东 在首尔也是比较繁华的城市 没有这种很有浪漫的感觉很喜欢 要参加这次普庸马国际铁人三项200公里组 唯一的女性是来自日本的选手 她说本身参加过不少大大小小的赛事 只有台东让她印象最深刻 是她最喜欢的地方 我觉得台东美丽天然环境的优势吸引不少国际运动赛事在这里举办 就有国外知名的职业路跑好手指出 台东是全世界少有适合举办耐力运动赛事的城市 由此可见台东在国际上知名度越来越高 未来将会有更多的观光客来到台东 投篮新闻综合报导